這電影,你熟嗎? 大家好,我是OA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一部是 《九品芝麻關》 《九品芝麻關》是由王晶指導 周星馳、吳孟達、張閩和中立體主演 1994年的3月在台港兩地上映 全名為《九品芝麻關》之白面包青天 本片的靈感來自於1993年 由金超群、何嘉靖、范洪軒主演的 包青天 屬於惡搞性質的電影 這電影你熟嗎? 那我們開始囉 初心集第一題 包龍心是包不同的第幾個兒子呢? 答案是第13個 哎呀,我是13了 哼,我有學了那麼多個嗎? 這個設定應該是有致敬威龍闖天關的意思喔 不過我一直蠻好奇的事情是 從包不同的說法來看喔 感覺12個哥哥都是年紀蠻小就過世的喔 就因為我做多了缺德事 所以你12個哥哥沒有一個養的活蛋 那包有為到底是誰的兒子啊? 後來想想古代人啊 壽命其實都不長喔 普遍的男性大概在15歲就可能會結婚了 又或者是為了沖喜啊 學了年紀比較大的毛大紀嘛 才有可能會在比較生氣小的時候啊 就會生下小孩 如果參考演員的年紀來看喔 飾演包不同的吳迴先生啊 是1913年出生的 而達叔則是1952年出生的喔 相差39歲其實妍祖孫是演得過的喔 飾演包媽媽的夏萍女士呢 是1937年出生的 新妍呢是1962年出生的 相差25歲當母子也是當著過的啦 不過這就表示包媽媽在25歲以前喔 共生了12個兒子喔 而夏萍女士啊和達叔之間的年紀就很微妙了喔 兩位的年紀只差了15歲喔 中間還要隔一代 目前世界紀錄年紀最小的媽媽是5歲 就當包媽媽是世界紀錄等級的母親好了喔 有為的爸爸也要在10歲的時候就要生出有為喔 這下人為了傳宗接待會不會太拼了一點啊 初心集第二題 一開始呢方唐進歐邦林園外打官司嘛 那林園外叫什麼名字呢 答案是林志穎 哇林志穎 是你抓住你家老婆的手 這分明是你家的強姓人家嘛 這個名字啊在港版裡面的確也是林志穎喔 這不是台灣亂翻的喔 那林志穎你抓住人老婆的手 就分明想跟他老婆之真啦 雖然不清楚當年王金導演為什麼要在電影裡面加上這個名字喔 而且還是加在形象和行為都如此猥俗的角色身上 不過呢在網路上面卻有這樣一番的猜測喔 林志穎在1992年17歲的時候出道喔 如同他的帥號小旋風一樣立刻席捲了華人市場喔 1993年他更以18歲的年紀 站上了香港紅磚體育館 成為在紅磚演唱會史上最年輕的歌手 如是中天的林志穎喔 王金導演當然少不了要撐一點熱度啦 而且後來包龍心說的那句 至於你老婆想強姦林志穎 至於你老婆想強姦林志穎 我沒被接到 算了 也被推測說盡了不少當年林志穎女粉的心中喔 初心集第三題 賜上方寶劍給包家的是哪一位皇帝呢? 答案是明朝崇禎皇帝 奶奶快告訴他們是哪個皇帝賜給我們包家的啊 哼是明朝崇禎皇帝 聽到沒有 明朝 上方劍民間習慣稱為上方寶劍 指的是皇帝預示給臣子 作為代替皇帝本人的象徵喔 那上方劍的起源於漢朝 在不同的朝代呢 有不同的形象和稱呼 例如像斬馬劍啊 克比龍刀啊 都可以算是上方寶劍不同時代的形象喔 不過在元代以前啊 主要是皇帝賜給臣子的一種榮譽喔 沒有什麼實質的作用 明朝中後期啊 由於外有清軍不斷的騷擾 內有流寇擾亂治安喔 再加上天災人禍貧傳喔 國庫空虛匱乏 皇帝為了要安撫各地降臨的心喔 就爛發上方寶劍給各地的降臨喔 並賜予他們可以不經三法司會審 直接諸殺官員以至於百姓 明朝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爛發上方寶劍最多的朝代 那電影中說上方寶劍是不是真的可以上斬昏君下斬殘成呢 這把上方寶劍上斬昏君下斬殘成 當然皇帝不可能賦予臣子可以逆天的權利啦 即使是明朝的上方寶劍也不能斬殺總官兵以上的官員喔 但崇禎年間啊 明將元崇煥就曾經致隊東江總兵毛文龍 並且以上方寶劍加斬首喔 這件事情後來也成為元寵犯被處決的原因之一喔 煽殺毛文龍 初心集第四題 那一天如焉的房裡到底有幾個男人呢? 答案是四個喔 是包容心、雷豹、同治帝和協理大臣 其中比較特別要講到的是協理大臣喔 這是一個什麼職位讓皇帝聽到會緊張到不行呢? 實際上清朝的確有過協理大臣這個職位喔 不過這在宣統三年的時候 為了效仿英國和日本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喔 設立了大清帝國內閣 那和過去由內閣大學士主導的內閣有所不同喔 過去的內閣主要是代你旨意 再由皇帝參考定夺喔 算是參謀類型的單位喔 而大清帝國內閣呢 則理論上應該是要像英日的內閣一樣行政的實權喔 第一任大清帝國內閣啊 是由沁親王毅匡擔任內閣總理大臣 納瞳和徐世昌擔任內閣協理大臣喔 任期呢僅短短的不到半年 後來為了因應辛亥革命的關係 改由袁世凱來擔任總理大臣 那這個時候呢已經沒有協理大臣這個職位了 所以在電影裡面的同日年間啊 清朝是沒有協理大臣這個職位的 職人集第一題 林大福租房子給黃老師的租約上面 是怎麼寫的呢 原來阿希念的是 而後來方唐竟用標點符號把它改成了 不足以恩人黃老師一家未能報恩 萬一不交租亦可收回 皇宮年租銀兩三十萬不能轉住別人歷此畏懼 本人兒孫不得有為 大人可以攀安了嗎 這段玩的是中國古代寫文章的時候 不使用標點符號的梗喔 最經典的就是下雨天流客天流我不流喔 不同的標點段就會造成不同的語感喔 也就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意思喔 職人集第二題 後來和阿興化敵為友喔 還由皇上封為英明神武高手高手高高手的雷豹 出登場的時候的稱號是什麼呢 當然是天下第一神埔 京城六扇門中的第一高手 抱子頭雷豹 本觀就是天下第一神埔 京城六扇門中的第一高手 人稱抱子頭雷豹 長大之後才覺得阿 這個稱號從頭到尾喔 其實都是雷豹自己講的耶 那後來像是玩如煙不付錢 在工廠桌子又跳不過去的樣子來看喔 總覺得這傢伙根本是講來騙吃騙喝的喔 前面講上方寶劍的時候有說過喔 不同朝代的三法司有不同的含義喔 但都是指當代三個重要的司法程序機構 就像是我們今天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隱私 那一般平民的平房啊 基本上是開兩扇門 大戶的四合院呢 開會開到四扇門 而三法司的省裡衙門 則會開到六扇門喔 所以六扇門呢 後來又成為了三法司衙門的代稱 後來在民間傳說的渲染之下 六扇門逐漸演變成了 三法司或是朝廷的特務組織喔 專門逮捕人犯或是和江湖人士打交道用的 武俠作家溫瑞安筆下的四大名捕啊 就是以宋朝六扇門為故事的發展主軸喔 講述了天子遇前四大名捕的愛恨情仇故事 直升級第三題 本片是達叔唯一一次演周星馳的晚輩喔 那還有哪些片是達叔飾演比周星馳輩分低的角色呢 答案是1991年的桃雪威龍 飾演周星馳的下屬曹達華 1992年的群星會飾演周星馳的下人 1995年的齊天大聖東遊記 飾演周星馳的布夏二當家 1995年的齊天大聖西遊記 飾演周星馳的失地豬八戒 小知識 九品施馬框有三段被刪減的片段喔 其中不是政治不正確就是太烏了喔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吧 第一段是開頭的小阿星向月光許願喔 希望長大能當個清官 抓光貪官和壞人 結果被包媽媽打了一頓喔 後面還可以看到包不同在收別人的賄賂 後來小阿星頂著被揍青的眼睛喔 又和月光許了一次願 月光我求求你保養我大哥一定要做官的 我要做個清官 抓小貪官和壞人 你抓啊, 抓貪官 這麼大膽跟你老爸撞對 你托大老爺 你幫忙幫忙 一定要處死一個窮鬼 你放心, 我會做的 不是, 你是碎仔你的 月光月光 我都是做不到清官的了 因為我老爸都是一個貪官 你讓我做貪官啊 第二段是阿興和有為 去七家案發現場調查的時候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地上用白筆畫出來 屍體的狀態 裡面又看到另外一個 那阿興說是老漢推車 有為則說是隔山取火 什麼啊 臨死前居然做什麼事前 你叫老漢推車 好耶 請壽小弟一拜 好一條硬汗 不是, 叔 隔山取火 好啊 唉, 隔山取火 誰在那裡有多 他說啊 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只有黑一步凡 總要只有黑一步凡 真是好猛啊 這些名稱呢 都是指性行為的姿勢 又稱為體位 這麼認真說 感覺有點像學術性的影片 第三段是阿興有為 和莫在提莫在講要分別的時候 有為和莫在講 兩個人在那邊難分難捨 講好之後一定要在一起的過程 後來也被剪掉了 你不會扣仔啊 我告訴你 不會的了 我不會被帝哥的了 你都不要扣他啊 我有分數 吃吃啊 嗯 痛不痛啊 你兩位好像剛剛認識而已 什麼啊 我們搞了一整晚的了 我這樣吧 大家走 喂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啊 明年春暖花開日 就是我們再會之時 保重 如果真的好冷 你爸又不開 我打個頭怎麼辦啊 喂 有啊 你那件行不行 有啦 還蠻 另外我在網路上看到最早 2014年的時候啊 就有人在討論說 電影的最後啊 龜婆的大肚子究竟是誰的種 這個問題喔 有些人認為呢 阿新依托三 把龜婆順便給坑了 不過從七情侍的那一句 他吃了之後雙洗臨門 可以看出指的應該是 莫再提和乳菸懷孕的事情 所以龜婆的肚子 應該不是阿新搞大的 而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在田青王說 童治帝是花柳病死的時候啊 龜婆吐舌頭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便推測龜婆肚子裡面 有可能是皇上的種喔 不過感覺龜婆前後的反應 不像是看自己的肚子喔 比較像是剛剛聞的龍內褲 知道皇聖跟花柳很噁心的感覺 不是 花柳病 所以當時一個演員的指令 應該是驚訝 然後恐慌 只是院窮丹當時 多加了一個噁心的反應而已 達人集第一題 九品司法官借鑑了許多史實 以及野史的故事喔 你知道哪些嗎 電影當中史實的人物啊 有方唐靖 童治帝 以及李連鷹李公公 那其中李連鷹在電影當中 被阿新稱為 內務總管無品官喔 我身為八死巡佛 在公堂是像我最大 你居心的內務總管無品官 只是來旁聽的 我在這邊你竟敢做的 我不罵你我罵誰啊我 但史實上 李連鷹是被慈禧破例封為 正二品總管太監 借鑑的史實呢 有咸豐年間 左宗棠曾經斬殺過一位 富裕而且四處行賄的殺人犯 常公子 期末四大一案之一 同治光緒年間的 楊乃無魚小白菜案 雍正年間 余虹圖被腰斬時 用手指沾血在地上連血的七個慘字 我要洗個殘子 我又不會洗個殘子 你不要過來吧 啊 我要玩了 這間的野史呢 則有宋代辭人周邦彥 在嫖禮濕濕的時候 宋徽宗剛好也來光臨喔 周邦彥只好躲到床底下面的一個趣事喔 同治帝呢 由於時常和貝勒宰針呢 去嫖妓而得了花柳病駕封的這件事情 民國初年上海青幫大佬張孝林 曾經販賣過鄉竹明子 也曾經在寺院擔任過保鏢喔 戲曲《玉堂春》裡面 主角王景隆離開寺院後 苦讀考取禁士喔 成為八輔巡案 並且為女主角蘇三申冤 戲曲《鬥兒冤》當中 女主角鬥兒就是被冤枉謀殺 在斬首時立誓要讓六月下雪 儀表祈願喔 達人集第二題 七家門口的對聯寫的是什麼呢 我們出題還蠻喜歡出對聯的 因為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七家門口的對聯呢 是大宋和山河氣勢長存微海外 附加王府帝聲明遠過正成中 之前在整尾專家那集有提到喔 利用小時候看到的UFO 一字五水冠都是取景自 九龍荔枝角的麗園遊樂園 而立源於1979年在旁邊 增設了紡自宋代便糧場景的 宋城 宋城落成之初 曾經辦過對聯競賽 而電影七家的對聯就是 當年競賽的冠軍作品 明顯可以看得出 九品製拿官前面的街道場景 就是在宋城取景的 就如同過去台灣的中影文化城一樣 宋城也是當年香港許多 補裝電影的取景地點 像是冯寶寶、張國榮、李連傑、張學友、張衛健等等明星 都曾經在宋城拍過影視作品 可惜宋城在1997年的時候 隨著麗園一起結束營業了 再想回味九品之馬關的長幾年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小趣事 達叔和星爺的情誼 來自於1989年的 蓋世豪俠 2001年的少林足球 則是兩人至今最後一部合作的作品 這12年之間 兩人包含電視和電影共合作了24部作品 在這24部作品當中 達叔飾演星爺的 爸爸總共四次 叔叔六次 師父兩次 長官兩次 下屬四次 朋友兩次 晚輩一次 敵對兩次 沒有特別關係一次 在少林足球之後 星爺曾經邀請達叔來參演功夫 並且為他量身打造了跟班的角色 但是達叔當時因為擋棋的關係 沒有辦法立刻答應 後來擋棋處理好之後才發現功夫都很快要拍完 而跟班那個角色也改由林子聰來飾演 根據達叔上節目所說 北人魚開拍之前 星爺也曾經邀請過達叔參演 可惜當時達叔因為心臟手術的關係 沒有辦法跟黨拍攝 希望未來還能夠有機會 可以看到兩位經典拍檔的合作 魔王級 包不同傳給阿新的青天秘笈裡面 寫了一大堆的小傳 所以裡面到底寫了什麼鬼呢? 裡面寫了 這個段是為依照順序截取六叔圓流絕的片段喔 而六叔圓流絕是一段描述中文各類書法體圓流的口訣喔 網路上面我找不到這個可以考究的資料 所以要從哪裡來我實在是真的不知道 而電影當中的青天秘笈阿 除了六叔圓流絕的片段之外阿 還有一些我在小串列表當中都找不到的文字喔 也就是剛剛那些打問號的字 我想可能是當初導演或是美術組瞎掰出來的啦 他們應該沒有想到這麼多年之後 會有像我這麼無聊的人一個一個去比退吧 OK 對於今天的問題知識和趣事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喔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喜歡、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這電影你熟嗎?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